大家好,我是一個生態紀錄影片的攝影師 可是大家都稱呼為我導演 那其實導演就是要教演員怎麼演戲呢 可是我們拍的對象其實都是大子彈裡面的生物 那我們通常都是默默的等待它的行為發生 那我今天其實要跟大家介紹一個鳥種的故事 那其實這個鳥的故事其實跟在座的各位大家 就是你跟我們其實都有關係 那這個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黑煙 我想小時候大家都玩過聽過老鷹抓小雞的遊戲 可是有沒有真的在野外看過這個老鷹呢 這種學者把它叫做黑煙 我們名的話叫做來修馬修 台灣其實有三十幾種的蒙情 可是真正叫黑煙叫馬修的就是這一種 那這種鳥其實本來就是生活在我們人類的環境裡面 本來就是生活在我們人類的環境裡面 那它生活在我們人類的環境 其實它吃了很多我們人類的食物 它會到垃圾場裡面去減食 這些我們丟棄的食物來吃 像我們的那些廚魚都丟到垃圾場裡面去減食 那我們看到右邊這個圖片 這個是我前幾年到以色列去拍攝的 以色列有一個垃圾場 學者告訴我說這個垃圾場最多的是 黑煙最多的數量超過五萬隻 大家可以想像這五萬隻的黑煙 在天空飛是什麼樣子 然後左邊這個槽裡面的有兩塊白白長條形的這個 大家看看有認得出的是什麼嗎 其實這個是豬皮 那黑煙它其實它除了會抓這些活的類物 像昆蟲、鳥、魚來吃之外 它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那我們後來瞭解到說它為什麼會變少 剛才有個老師說 其實禿嬰也多慢慢的就變少了 其實我們後來知道說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後來很喜歡到 因為我們又叫它一個名字叫大自然的青島湖 它很喜歡到農田裡面到自然環境裡面 去檢食這些死掉的動物來吃 那這個就是我們後來知道它為什麼會死掉 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那因為它生活在我們人類的領域裡面 所以我們在它的槽裡面 發現它用了很多人工的物品 像我們在槽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泡棉、塑膠袋 我們還看到一些女性的內衣褲 有一次我們在屏東拍紀錄片的時候 有一個原住民他就跟我們分享 他要說他們把洗完的衣服在戶外晾乾 有時候就發現衣服不見了 可是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衣服不見 後來有一次看到一隻黑煙 就掉著他們的衣服在天空飛 他才說原來他們的衣服被這個黑煙抓走了 那他們認為說這個衣服是我穿的 有我的靈魂 所以他們必須要請巫師奏法 把我的靈魂找回來 我的靈魂才會回到我原來的身上 所以其實它是如此 這麼接近了我們人類的一個鳥種 那我再跟大家介紹一個就是沈正中神老師 他是德藝護專的一個生物老師 他在學校教書的時候 他的學生都叫他阿呆老師 為什麼叫他阿呆老師 因為學生講的話 這個老師都很相信 後來他開始接觸黑煙之後 他發現黑煙的生存問題 後來他就把老師的工作吃掉 就專心要去做這個黑煙的研究 他花了20年的時間想要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這麼普遍的一個物種 那在台灣會消失呢 他這20年其實是完全沒有薪水的 有毅力齁 那剛開始我們認為想說 老鷹會在台灣消失 可能就是比如說近年代 我們台灣的經濟起飛 所以很多地方都被蓋了工廠環境的污染 所以這個黑煙就消失了 可是慢慢的大家的生活水準 比較好之後 大家會到國外去玩去賞鳥 很多鳥有回台灣之後 就跟沈老師講說 我們到國外去看 不管是先進的國家 或是落後的地區 其實黑煙到處都是 那我們就非常的納悶 說那為什麼台灣的黑煙會變得這麼少呢 其實沈老師他花了20年 想要知道老鷹變少的原因 可是他最後20年退休了 他沒有找到他真正的原因 後來我們就到了四個我們認為的國家 一個是香港跟日本是比較先進的 其實香港的面積只有我們台灣的三十四分之一而已 可是我們在香港去看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環華熱鬧的地方 我們在香港發現了兩千隻的黑煙 所以其實是超過我們台灣的十倍 那麼小的地方那麼熱鬧的地方 我們也到了印度尼泊爾 不管是都市不管是農村裡面 到處都是黑煙 像我們在尼泊爾 沈老師找到一棵黑煙睡覺的樹上 這棵黑煙睡覺的樹 沈老師一直一直的算 算了384隻的黑煙 在這棵樹上睡覺 這棵樹上的黑煙 等於台灣黑煙數量的兩倍 所以我們回來就想說 那台灣的黑煙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就是沒有答案 那我們回台灣之後就在想 那我們台灣到底產生了一個什麼問題 因為黑煙在國外還是附贈的非常多 那這個是我們稱叫做老鷹公主 這個林慧山其實他小時候就非常喜歡看鳥 那他在高中的時候 他看了沈老師寫的故事書叫老鷹的故事 他就非常的感動 他想說老鷹在活外活得好好的 為什麼會死亡呢 所以他就開始想說 以後他如果長大有機會 他要跟著沈老師去做黑煙的研究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 他真的接了沈正宗老師的研究 沈老師在2012年他要 我們講說是退休好了 他就結束了他黑煙調查的工作的時候 林慧山就接手了沈老師的研究 他就開始做黑煙的調查 那這隻是林慧山他細晃的一隻幼鳥 研究人員通常都會在小鳥 快要離草了直接 會在他腳上做一些標記細晃 方便研究人員去追蹤 那這隻幼鳥在他離草之後 不到半年就在籠田裡面被民眾發現 快要死掉了 後來這隻鳥回到林慧山手上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死亡了 那他就非常的納悶 為什麼這隻鳥才離草半年就會死亡呢 所以他就採集了一些樣本拿去做化驗 化驗出兩個異常的物質 一個就是加把湖 加把湖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他的名字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 叫亨尼丹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毒的榮藥 另外一個就是環境毒DD1 那DD1大家可能都不清楚它是怎麼來 其實它是DDT的一個分解物 那我們2015年這個影片要在西岩上演之前 其實有到核心遺宴跟醫師們分享 導演想回這個紀錄片 醫師看到這個DDT他們非常的納悶 那DDT其實早在1974年 在台灣就被禁止使用了 那為什麼一種禁止使用40年的榮藥 在這隻出生才半年的幼鳥身上 還會化現出它的環境毒 那荷黎的懷疑就是說 這種農藥因為它非常毒 所以在自然界裡面長時間的不會被分解 另外一個是因為這個農藥很毒 所以可能還有農夫偷偷的在使用當中 那經過核心醫院 因為核心醫院其實主要是做癌症研究的一個醫院 核心醫院的醫師他就跟我們分享說 他們懷疑我們台灣婦女的乳癌 其實跟DDT非常大的原因 然後他可能還會遺傳給下一代 可能長輩不會有病症出來 可是他的下一代可能就會有病症出來 所以其實現在的年齡潛度會來會降低 那另外一個是老鼠藥 因為早期農政單位大量的發放老鼠藥給農民 把這個老鼠藥丟在農田裡面去 那其實會毒殺老鼠 那老鼠這種被吃那種死掉動物實體的鳥就會抓來吃 那有一年 林衛山就想說他要到農田裡面去找找看 為什麼他出生才半年的鳥就會在農田裡面死掉 所以他就到農田裡面去找 他在一片十八公頃的紅豆田裡面 他發現滿地的死鳥 大部分都是像這個是麻雀 那為什麼麻雀會在這片農田裡面死掉呢 因為農夫把地整好之後 把紅豆的種子直接撒到圖表上面 可是農夫為了擔心說 他的紅豆被鳥吃掉之後 他的紅豆的收成會減少 所以他們會把那個稻米浸泡在家寶湖上面 然後再把它一堆一堆地放在田梗上 讓這些鳥去吃 林衛山說像這樣子的麻雀這種大小的幼鳥 其實只要吃一粒兩粒的稻米 他大概就沒有機會會離開那個農田 那因為他在當初他也看到老嬰 會去抓那些死掉的動物實體來吃 所以他們動員整個實驗室的力量 把這去收行了一遍 在農田裡面發現了三千隻的死鳥 這一堆其實只有五百隻而已 那這一堆裡面的鳥 除了麻雀之外還有紅瘸 其實這些都是吃穀物的鳥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我們講說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今日鳥類明日人類 講的就是說今天鳥類會產生的問題 其實可能之後是我們人類必須要去面對的 農夫把這麼毒的農藥 砸在農田裡面去 讓這些鳥死亡 那我們人也是在吃農田裡面這些龍作物的人 那我們人會不會有問題呢 其實這個是我們大家要去思考的 所以隔連林卫山就找到這個農友 其實這個農友面臨很大的壓力 因為後來新聞媒體開始報導之後 林卫山就想說要找這個農友開始做友善的耕種 可是他又擔心這個友善耕種 如果大家不支持的話 這個農友可能也撐不下去 然後好在第二年 前年福利中心跟慈禁裡 他就跟這個農友砌做了30公頃的紅豆 這30公頃的紅豆 其實面積也不小 這個農友沒那麼大的土地 他就號召他周遭四個帶根的年輕農友 一起加入他的行列 今年2019年已經擴大到210公頃 為什麼會擴大到這麼多 這個背後代表的數字是說 這幾年其實我們台灣的農作物 其實我們台灣有很多食物安全的問題 現在大家對我們吃進去 我們體內的東西的食物 其實越來越要求越來越嚴 那因為大家的支持 所以他們才有辦法就是去做這麼大的面積 2015年是四位農友加入 2019年210公頃 其實有超過100位的農友加入他的行列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要去多多支持 這樣這個友善的耕種 那叫大家不要使用農藥 可是要怎麼樣去防止農田裡面的老鼠呢 其實生物 遺物客遺物 生態界遺物客遺物 我們就想辦法吸引抓這些老鼠的鳥 來這個農田就可以去抓這個老鼠 那台灣現在有一種鳥叫黑翅煙 它取代了黑翅煙的地位 這種黑翅煙其實在十幾二十年 其實分布在台灣的 可是後來就慢慢的開始非常的普遍 那你只要架了七隻就會吸引黑翅煙來停漆 那黑翅煙停漆在這個農田裡面 它就可以去抓這個老鼠 所以遺物客遺物的方式 你就不用使用農藥去堵查這些生物 像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它在吃老鼠 它是吃老鼠的食物 那我們也請民眾 你在農田裡面架一個草香 吸引什麼來住呢 這個是矛頭鷹 現在大家看到草香裡面 右上角 左上角有四隻零腳下的幼鳥 然後它的母鳥就蹲在右下邊這邊 你只要吸引貓頭鷹來住 其實貓頭鷹也會幫你抓老鼠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放老鼠藥 那我們也到了學校裡面去跟小朋友推廣 我們為什麼要愛護這個環境 然後請大家多多去支持友善農業 有一個小朋友 有一個學校的老師就問小朋友 那你們要怎麼樣來幫助這個老鼠呢 這個小朋友回去想了半年 他有一天突然想到 他說我要找一個很有錢的人來幫忙 他想到的就是郭台銘先生 因為他是我們前台灣非常有錢的人 那郭台銘先生他就答應說 好他可以過買公播版前的DVD 我們前省有四千手國中國小 每一個學校請我們幫忙寄到他們的學校去 讓學校的學生就可以在學校裡面 看這個導音抓小機的這個故事 那我想政府部門的重視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這個是在一個農田裡面 他們找到這些鳥就把它擺在一起 其實政府部門也很重視我們這個紀錄片 那全國魅蜀洲其實後來就已經停辦了 那家寶湖中比較忌讀的榮藥還有巴拉瓜 這些比較毒的除草劑後來都禁止使用 那除草劑其實為什麼會跟老鷹有關係呢 其實紅豆在採收的時候 他必須要同一時間死亡才能用機器採收 因為要節省成本 所以龍夫在採收的時候會噴巴拉瓜當除草劑 把所有的龍豆全部同一時間讓它死掉乾燥之後才採收 因為才能用機器採收 所以這些農藥其實到現在都已經被禁止使用了 那老鷹的數量其實已經回升到 從1991年187隻 目前最多的數量是2016年的626隻 其實這幾年大概都持續維持在600隻左右 所以其實大家都多支持友善農藥 其實對大家的身體也非常的幫助 有一次我們在分享的時候有朋友就說 我們現在靈驗把錢給友善農友賺 不要把錢給宜宴賺 因為你吃了這些不健康的食物 其實你可能身體會生病 你去醫院看醫生可能會花很多錢 而且身體不舒服可能得不償失 所以我們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友善農藝 我們農田裡面的生態恢復自然之後 我們吃到健康的農作物 其實我們的身體也會比較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